无国与无民 作者林语堂 播音 庄臣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一 元属 德性 Character 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 除了英国以外 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 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 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他所控占着 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瑕以寄集其他 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 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 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思想 经由文学 戏剧 英语势力的传导 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 使他有一种可以凭借以资尊奉的人生哲理 不过 英语 Character 一字 尚表现有力量 勇气 匹性的意义 有时更只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 而中国文中的德性抑郁 是无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原属的人物的印象 他处于任何环境 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 清楚地了解自己 以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 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 并自负地断言 人狗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 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 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 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史 他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再明明德这样的意义 代不可用英语来解释 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 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原属的领悟 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 而从这个领悟又抽一出其他美质 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 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 德性的力量实际极为新的力量 孔门学者作如是说 当一个人经过治愈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 则无门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禁得利于孔教的宿命论 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 是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 一位美丽有才干的姑娘 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 但躺着一个偶然的环境 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 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谦和此一对配偶 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 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 因为她的心目中 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 而中国有句俗语 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 有了这样的理解 他们会相亲相爱 又时时会吵吵闹闹 扭作一团打个不休 所谓欢喜冤家 因为他们相信 顶上三尺有神明 而这个神明却奸临下界 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闷堂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 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 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 大体上 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 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 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 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 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 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 心智上稳健过当 常错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黄 和平可以转化为诺切的恶行 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 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堕代之别名 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 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阔起来 包容于原属一个名词里头 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 它们所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 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 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 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 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 因为这种文化 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密取和平 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 而自足于和平状态 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与进取 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 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 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 而不负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 中国人把新的地位看得太高 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 它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 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 因是放弃了这个期望 中国常用语中有云 退一步着想 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原属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 实际任何民族特性 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 其性质可是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 盖此共通性 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原地 所培育而发荣者也 故原属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 亦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 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 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 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 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 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 他们的粗帅而有力的言语 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 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 柔和的原属性 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 来得成熟老仓 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 已不甚高兴玩足球 驾汽车了 他们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 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 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 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 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 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 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 亦足使他们的思想居于稳健 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元属 非自书本中得来 而出自社会环境 这个社会 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 会笑出鼻涕 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 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 他们讥笑少年的躁尽 讥笑天下无难是之自信 所以中国青年老是就被教导 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 不许放肆 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 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 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 反而复从积平 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 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 如此 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 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 有的宣宣赫赫的制造牙膏 叫做实业救国 或者翻译几首美国小诗 叫做介绍西洋文化 又因他们需负担大家庭生活 又要帮助堂兄弟备寻觅位置 假使他们任职教育界 是不能常坐冷板凳 必须想个方法 八球飞黄腾达 比如说做个大学校长 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 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 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 不可磨灭的教训 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 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 到了三十岁 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 那他躺不是彻底的呆子 便是捣乱分子